我们中国人讲天人合一 其实天是什么意思呢 最简单的就是养生我们按照四季的顺序 来叫顺四时而养生 人得保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根据季节来安排你的生活起居 你的身体就会非常的好 那我们来看看春天应该注意些什么 春天在我们中国人来讲 就是万物生发的季节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经过一个冬天的严寒之后 春天的小草开始慢慢的漏牙了 树木开始发绿了 整个天地之间大自然的气势 是破土而出往上走 所以中国人就给他想了一个词 叫春生 生长的生 那么你的人也要跟着春生的季节 开始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首先你可以出去踏青 我们中国人传统就有踏青的习惯 大家在意大利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环境 可以有机会到郊外去走一走 方方风筝或者是公园里玩一玩 多出去走一走 这样你就跟整个大自然结合在一起了 第二个就是在起居方面 你每天晚上就是要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秘诀你就是跟着太阳走的 太阳起来了你就起来 太阳下山了春天呢也不要太早的太晚 早睡早起呢 因为那个寒冷的冬天还刚刚过去 这个阳气还不是很足 所以我们叫建议大家早睡早起 春天呢你可以吃一些 这个比较辛辣的食物 要补补肝 这个肝大家说这个肝跟春天有什么关系 这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 这个肝啊在人体里面就像 它起的作用就像树木在自然界的作用一样 它要生长 它要把你的这个整个的人体里面的这种 我们讲的气啊 要把它往上推动 所以呢春天我们多吃一些 辛辣的东西 帮助你的肝呢去生长去推动 春天呢你也可以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 绿色的蔬菜 能够也是帮助你的 因为绿象征生命嘛 也是帮助你这个跟天地的气混合起来 所以早睡早起 可以吃一些辛辣的东西 像花椒啦 胡椒粉啦 辣椒啦 这些都可以稍微适当的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这个绿色的蔬菜和水果 能够帮助你的身体跟大自然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在春天呢你也可以开始一个自己的这个新的事业 或者是新的感情 或者是我们讲的开始准备怀孕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春天就是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啊 大家抓住这个春天的机会 好好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好好让自己的这个人生啊进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跟起点